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余淑欣在云之宇中饰演云卫山 这是云卫山 重新来一个谁来一个 不要不要搞不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灵鹤 在云之宇中饰演公子宇 刚才欣欣说 今天要有云卫山的状态来接受采访 没有没有没说过这个 说了 没有 从两句就破功 你们不要逼我 第一次接触到云之宇这个项目 是在什么区域上 我是打了个电话 他就说 这个项目是我想要你来 就有一句话来说服 他说 想在你20多岁最美的时候 然后留下你最美的样子 然后我就说 那我能播出来之后 把这个剧当我的相亲打片吗 他说可以 然后我就说 好的 然后就因为这个我就玩了 原来他跟你说的话 跟跟我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 说在你最帅的时候 是的 在20多岁最帅的时候 留下最帅的影像 那你怎么回他的 当然愿意了 这谁不愿意 这一次云之宇是你们的第二次合作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心情如何 我就觉得挺好 挺不错的 因为我们之前合作也已经很愉快 而且他也非常专业 我想说张力和来 那不错 我们肯定能好好的奋斗这个作品 他就是很努力地培养情绪 演的一切就很顺 而且有一场戏 我一演的时候就发现 这么认真 我赚了一场戏 对 然后就 好来真的 也跟他搭得很好 我们就是合作非常愉快 私下也玩得很好 然后一想到这次 就觉得我和张力和我们俩就已经免去了什么认识 或者说互相熟悉 或者尴尬 其直接就可以完全地一上来就是为作品服务 怎么商量把这个作品弄得更好 这就很棒棒的 没错 到你啦 我一开始会比较惊讶了 这个角色跟他其实相差很大 因为之前没有见过你演这种角色 到现场拍了之后 发现确实他也把这角色诠释得很 出乎我的意料很惊喜 他最好的一场戏是在雪宫 真的绝美 他说的是我脸部状态最好 那天最小肿 打戏那场也是 你跟雪公子 绝美 真的绝美 谢谢 他每一场都绝帅 这个有点夸当 在职认店 哇一台会巨帅 有没有从上一部剧就培养的默契 被你们运用到了这次的合作当中呢 刚才觉得咱们有默契吗 我们就会互相取一些外号 然后来这里的时候再继续取外号 算了算了算了 就是我们俩会互相取一些很搞笑的外号 都是能播的 能播吗 你最新取的那个是可以的 你确定啊 会不会有人骂我 有可能了算了吧 算了吧 私下说 到底是多难以启齿的外号 肯定很多观众想知道 等我们热度破两万 我们就说这 两万 好两万 两万就是说 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次在剧中的角色吧 他是一个就是很坚强 我说对待事情也很隐忍 但是呢 内心其实是我觉得他是个很缺乏安全感 他就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云维山他看起来很坚强 但他好像比我本人要脆弱 他也是很善良 然后心很软 龚自宇好像跟刚刚 新兴术云维山有一个共定 他就是比较善良 我自己会认为 龚自宇是一个既善良又单纯的人 他面对一些所谓的坏人 他不会去把这些坏人界定为 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坏的 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一面 或者说坏人做这件事 也会有自己的动机 所以说他在面对云维山 面对无风的时候 也没有去把他们所有的界定为 全部都是敌人 而是比较辩证地去考虑吧 他会知道云维山身上为什么会去无风 他之前经历过什么 然后因为云维山这些经历 也打动了龚自宇 之后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 是因为两个人都很善良 所以发生了很多天谈吗 对啊 就是因为善良 我们两个才会互相圆 你不是用我漂亮吗 漂亮的是第一眼 动机 最后就是慢慢深入地了解 发现你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才会爱上你对不对 我是善良 而且对你好 但其实一开始云维山是套路的 龚自宇一开始是中招的呀 因为云维山是社局让你喜欢我的 是啊 这种招 慢慢发现他很值得辛苦 您和眼中欣欣全世的云维山是怎样的 很不一样 当初跟我说 下来的时候 真的是没想到他能去驾驭这种角色 一开始很期待 现在 你觉得 现在给自己的云维山打多少分 打多少分还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挺厉害的 能这么说吗 因为我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突破 就没想到是我能演成这个样子 也算是在我的演艺生涯中 又打开了新的一步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对对对 而且有时候看那个回放都会觉得 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是的 星星很满足吗 大满足 确实拍得很好看 留下了最美的影像 对对对 而且拍出了我另外一面 哪一面 就很温婉的那个成熟的一面 很温婉 我没有吗 我没有吗 云维山没有吗 大家看剧吧 快说啊 你们两个人有特别喜欢的对手戏吗 对手戏 有的啊 就是我们在山洞里那一场 那个 我也是这场 说我都懂的那一场 对 就是咱们俩做的那样的嘛 嗯 那一场你觉得还挺动人的 我们两个演的 你们两个人这一次在剧里面 是不是小哭包附体啊 哎 我也是啊 我们俩大哭 我们俩都是 说到这个就是 我这部戏真的是 从头哭到尾 就我演的时候啊 每天几乎都有哭 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我今天也肿啦 他老演让我带话 说我今天肿是因为 我这两天连哭 狂哭 昨天就哭了十条 然后今天又哭 你觉得对比小兰花的话 云维山在感情里面的状态是怎样的 小兰花他有爱 他就会很充直壮 很勇敢嘛 就直接偶了 云维山的话 想的比较多 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没有资格去爱 没有自由 然后无风出来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任务 其实云维山会害怕爱上他 首先 他是个这个间谍 你知道吗 他就不能动心的 所以他对公子鱼一旦产生感情 他会觉得很害怕 在你看来 公子鱼对云维山心动的节点是什么呢 心动的节点 其实第一眼就有一点感觉了 因为 平常好看嘛 对不对 第一眼就是被外表所迷惑了 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真正的心动的节点 我觉得是 一件一件他帮我做的事儿 越来越引起我对他好感 最终让我知道自己喜欢上他 我觉得是一个在雪宫 他不顾生命危险来救我那一下 虽然说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起码在我的观感上来说 他是舍弃了自己的性命来救我 然后后面就有一场比较甜的戏了 对吧 那星星觉得呢 第一肯定是因为我的美貌啦 二呢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啊 分 一个是我自己设下的局 一个是真实发生的 如果是设下的局的话 从美貌 然后到我一开始那个什么面具 然后吧 这下的局 不好意思 是的 我是装发出来的 我再无风又不长这样 比如说我偷偷的那个掉队 就拿那个面具 然后一堆人当中 我要怎么吸引他的注意力呢 这是第一步 制造一些偶遇啊 包括去了解他的经历 其实就会共情这个人 就还是回到角色上面 有人都是善良的 都因为这些事儿去计较 而且他也很优求 我也很优求啊 我们两个呢 通过那个身份经历 他是有一种互相救赎的感觉 是 是会有 他在他的宫门里生活 我在无风里生活的经历 一碰撞 就是必定会爱对方 他带我成长 我带他走出泥潭 我们俩废话好多说 说好多东西 这一次剧中有很多杂戏 你们拍的还满意吗 杂戏有很多都是特别好看的 真的 尤其是那种500个镜头 一放慢 然后那个光一打到脸上来 哇 感觉自己在拍 帅 真的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 留下的最帅的影像 真的很厉害 所有的老师 就是邓光啊 什么的 武术老师啊 切的一些都是很完美的 然后大家配合 然后吹的那个鼓风机 对 很厉害 欣欣对自己的打戏满意吗 他特别好了 哎呀 不要说什么了 他真的特别好 嘿嘿嘿 还好啦 最好的你都没看到 米浆里的 我看到 你给我看到 你只看了一个 我没有把握的都给你看 我觉得打戏也发挥了很多 我的潜能 而且拍的时候 都在泥潭里面打滚的什么的 其实挺难拍的 你超级人的 不容易 厉害 开摄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些画面 让你们觉得 会成为前期的名场面呢 我觉得每一场戏 每集都会有很多 每一集都会有 卡戏也好 他很特别 质感 画面 包括演艺的方式 其实都不一样 有没有想对 一直支持云池里的 朋友们说的话呢 是不是超出你们的预期了 没有啊 这么简短的吗 多说一点 超出你们的预期了 谢谢你们的 谢谢你们的观看 可是如果热度值再破的话 我再去 你又 让大家做一些 大家想看的事情 刚刚说什么两万干啥 刚刚说我们公布 我们俩的小外奖 然后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云志宇的支持 不知道有没有视觉盛宴 不双双弹幕 让我们赶紧破两万 加油 之前我说破两万 然后呢 有IT的人说 我们根本没有 继续破过两万 两万说太多了 两万有点夸张 两万不想天开 我希望云志宇 不是说拿这个热度值去 很凉的 希望它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部剧 就是很有质感 很特别 大家也会觉得 云维山和公子宇 是一个很立体的人物形象 它会成为一个很经典的形象 然后呢 泳船 然后紧跟云维山的步伐 希望这部剧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新的观感 或者对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 呢 中文字幕——YK